苗栗竹南通往假日之森的海边道路受到台风来袭 路旁两颗直径约80公分的百年木麻黄直接被吹到 压毁停在路边的一辆乡型车 就连路灯也因为电线拉扯而断裂 另外在台中和平山区有路数不敌强风发生树倒意外 还好没有波及到路过人车 高度四岁五层楼直径约80公分的木麻黄不堪强风吹息 直接横倒在通往竹南假日之森的马路上 一辆小客车来不及开走直接被倒数中压 挡风玻璃碎裂 还好当时车上没人 附近居民心有余悸 虽然这次台风没在苗栗带来狂风暴雨 但从3号下午开始 海滨就吹起震震强风 晚间听到轰然巨响 没想到近视巨大的木麻黄被吹倒 连带一旁电杆也被扯断 竹南正公所紧急派人前往 移除倒数 我们是公园所的 公园所的 我们是收到灾害通报 过来看 派人来帮忙 居民表示被吹倒的木麻黄 应该有百年树林 可能是树根腐朽 才会不堪强风吹息 另外在台中和平山区 海魁台风带来的强劲风势 台八线32.5公里处 及时文向36号下方路段 都有发生路数倒塌意外 整个横廠在马路中央 造成道路双向都受阻 车子无法通行 警方获报也立刻前往管制交通 派人清除 还好没发生任何事故 借苗栗台中综合不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